Hello, 歡迎來到外科的頭上一把刀 上次我們邀請鄧彥珊跟我們說手術的東西 所以這次我們會偷偷給你一個機會 看看能否和大家一起襲擊手術室的現場 鄧彥珊, 哈囉 哈囉, 哈囉 你第一次是不是有手術師要做呢? 待會我們會做分口前循手術 那不如你帶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好, Let's go 電視劇裏面的手術室相信大家都看很多 但現實生活中的手術流程都非常嚴謹和仔細 手術室是無菌的環境 所有的設備、人員以及我們的拍攝器材 都必須經過多重的消毒 提示一下大家以下的片段是真實的手術過程 或者會引起不安請大家留意 今天是做粉瘤切除手術 我簡單介紹一下什麼叫做粉瘤 粉瘤其實是一種常見的皮膚病 是一種出現在皮膚真皮層 或者是皮下脂肪層的狼腫 在醫學上的正式名稱為 表皮狼腫或者表皮羊狼腫 有機會出現在人體不同的部位 但在醫學上目前找不到特別的原因 現在正為一位病人切除位於腋下的粉瘤 而這個粉瘤已經跟隨了病人超過10年了 手術會在焗布麻醉之下進行 病人可以保持清醒 但完全不會感受到痛楚 醫生會先割開表皮 並小心把組織和表皮分離 直至組織完全外露 把組織完全切除之後 便會用電槍止血 然後縫合傷口 最後貼上防水膠布 手術便會完成了 醫生 其實剛剛的病人 我知道已經有十年 那麼久的粉瘤 其實為什麼會突然切 其實它一向都沒有發炎 只不過它的粉瘤大到差不多 尺寸 變成它肯定住在架底 覺得不舒服 都不選擇做到的 其實它對平日會不會有影響 你剛剛說它沒有發炎 剛剛是因為發炎 其實一般來說它粉瘤是一些油脂線 變成它粉瘤裡面的物質 都是一些粉磁的物質 容易滋身細粉 會發炎 剛剛那個病人其實沒有發炎 但如果說粉瘤 其實一般來說它很難從它發炎 如果發炎情況嚴重便會嚇壞 甚至需要做緊急手術 我們要幫它解開幫助 所以有時我遇到粉瘤的情況 都會被人求求 避免有發炎的情況 其實我看到粉瘤 其實是我看到的最大顆 其實會不會是因為 其實是由小到大 那是不是通常都會越來越大顆 通常都會越來越大顆 因為那些粉瘤裡面的油脂 會連入到慢慢急墜 變成它的尺寸也會慢慢大 但它會不會影響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外觀性的影響 還有一個潮在風險 有可能會發炎 而且都要視乎哪個位置 有些位置可能粉瘤都會再大一點 也有的 所以真的會硬著它會舒服 因為我剛剛 其實我老海昌的畫面 應該會有很多血 但我剛剛看到它真的可以一顆仔 其實是否所有粉瘤都可以出處 其實一個原因是 這顆粉瘤本身是皮膚的 它不算太深 所以最主要做手上的主體 都是皮膚穿矯程的眉絲 很少會堅持到深層的大部分 所以留這個粉瘤就少了 原來是這樣 那我就明白了 其實這次是我第一次清醒的狀態 進入手術室 非常好奇 我都問了菩薩很多問題 原來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電器 每一次都會清除 那些是積氣的 所以為什麼醫療會這麼貴呢 原來它們每一次成本都非常貴 因為它們真的每一次都積氣 所以它也正當我們來說 其實醫療其實是很重要的 不要小看每一個醫療的用品 所以真的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體 下一次 菩薩會把我們打的大型手術 就是小腸器 記得下次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